文明月阁,图网络,01,我拒绝了所有人的青睐,只为等你一个不确定的未来,02,今生缘起眼,谁也成不了谁的依靠,留下的诗篇,是昨日的纪念,还未认真细读,就以泪流满面,03,有点落寞,我不懂该怎么说,让他在无声中逝去,我走了,其实他没有来过,家事业腕心异常柔软, 04,当一份感情不属于你的时候,他根本也对你没有一点价值,所以你也不必认为他是一种损失,05,很多时候,我们都以为,替你买药的那个人最爱你,其实那个比你吃药的,才是最爱你的人, 01,爱你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,爱有多深,分别后,就有多苦涩,纵然岁月深远,还可以写一段墨是墨啊,07,灰姑娘的水晶鞋,若真的合脚,又怎会掉,王子若真的爱,他又怎会用鞋寻找,而记不住他的容貌,08,天才高又怎样,点起脚尖就更接近阳光,09, 10,人都是只有喜欢的东西才会特别上心,所以,一个人爱不爱你是很明显的,10,一开始,我们都以为会走到最后,可到最后才比较,你不是非我不娶,我不是非一不假,11,感动你的从不是别人的故事,而是别人的故事,让你想起了自己的故事,12,我这一生饮过的酒,流过的泪, 都不经意感受离开时带来的苦涩,让我难过,13,谁都不可能和谁在一起一辈子,人就是这样,继续去习惯失去,14,世界上,没有挤不出的时间,只有不想负得晕,每一个选择,都是内心的取向,15,还是先想着,如何使自己变得更优秀吧,别整天奢望会遇见什么对的人,你还太年轻,就算遇见了, 也抓不住,谁哟,如果还不能脱单,就赶紧要自己脱贫吧,你总不能身边没有人,卡里又没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